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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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齊人了嗎 齊人了嗎 旁邊左右齊了嗎 我開始了 快點說 快點看 其實這一套第一號女探員 死亡通俠症 我們發現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奇怪 因為我們不是你們那麼聰明 你一看就知道應該有上閘 我就不知道 我沒有你們那麼聰明 後來就發現到他們有上閘 而這次一套也要先戴一戴帽子 其實也會有很多跳的情況 因為待會同事也會解釋 很多薄口位 但是這套又是很珍貴 大家很少機會看到 我也有一個夢想 希望有一天可以上下集一起播 因為今天上午播那套 大家未看過 我沒有理由播一套 大家之前看過的電影 因為這個計劃 我們都希望推廣一些 大家少看到的電影 亦都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知道 資料管其實很努力地去搜集 以及去修復一些電影 所以我們修復了的同事 在我們每一場的電影放影之前 都會說他們的工作是什麼 我想大致上我會留待一間 Post Talk Sam和登圖 一起跟大家分享 我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我交給我同事Claire 去講一講這套電影 他們做了什麼功夫 謝謝 謝謝 謝謝Post Talk 謝謝Post Talk 我都好像之前都見過 一兩個小時前 如果聽過的話 不好意思 要你們再聽多一次 我就介紹一下 我們修復組 在這套電影 數碼化的過程中的工作 首先我們收到電影之後 就會檢查電影 會記錄一些 有關於電影的特性 性質、材料等 因為這套電影 我們打算做數碼化 所以我們也會在Phylum 做一些修復 修復的工作 例如 譬如有很多膊子 有些膠紙 舊了 我們會換膠紙 還有Phylum 上下會有些孔 它們損毀了 我們都會用 有些專門的同事 用膠紙去修復 他們 但是 其實 如果Phylum 化了 我們便沒有辦法 可以在Phylum 修復 那就要等數碼化之後 用一些電子的方法 去修復 這個Phylum 它的收縮度 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們便可以拿去做數碼化 但是如果有些Phylum 狀況太差 那就連數碼化的機會都沒有了 或者可能將來科技再發達一點才行 那 這套Phylum 其實狀況 都是 損毀都比較多 有油漬 污漬 花線 膠紙融化 那些齒孔爛 有爐 變酸 還有它跟剛才那套 這套有一些特別就是 譬如 那些本數是 1 2 3 4 5 這樣播的 我們便檢查的時候 便發現 那個次序 是 不是那套戲的次序 我們便找了資料館 專門做研究的同事 便幫我們看過 便排合它 做了數碼化 那就是這樣 不妨礙大家 各位 我們 因為今年就是我們20周年 這個也是我們真真正正的 頭炮節目 只不過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由3月 這個screening 到現在 為了要多謝大家 一直都沒有退票 所以兩位嘉賓 一會兒都會歡迎大家去發問 有發問的觀眾 我們都會送一個袋給他 那交給兩位 首先 真的很開心 經過疫情之後 改了這麼多次 來看見這套戲 大家 大部分人很多的寶珠迷 都看得很開心 因為這個疫情的緣故 一改再改 我和登陶兩個都 究竟是不是cancel了 都蒙茶茶 但我自己在旁邊 其實就是看到我們招館 招館的很多同事 其實是很辛苦 做了很多額外的事 尤其是節目組 和場地組的同事 所以或者我們在這裡 這麼開心看到這套戲 鼓掌多謝他們 謝謝 今天都很開心 其實因為時間不多 我也想聽多些大家的意見 我也很簡略地說一說 但我記得上次 有部分觀眾 上次女殺獸的時候 都在場 大家都說 我說賣了個關子 今天就揭霉這個謎底 因為這個玉女金剛 一直未有機會看到 我看完之後 我第一件事 就和資料館的同事說 哎呀 阿珍已經殺了人 是不是 今天我們看到《玉女金剛》 《珍姐幫殺人》 我在1996年那篇文章 第一次用《珍姐幫》這個觀念 來講 講這種電影 那時候我看到的《珍姐幫》電影 《珍姐幫》也不殺人 他是打人的 所以我的篇文叫做 《逢子打男人的女人》 後來當然也看到其他電影 他也有打女人的 好像其中一套戲 好像《木蘭花》 打《沈殿霞》 其實也有的 但大部分都是打男人的 但對我來說 這個最有意思就是這個 我們去做 在資料館做研究 我們最初看 開始的東西的時候 所知是有限的 我們慢慢找到 就找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這次準備這個談論之前 亦都想起一位 另一位資料館以前的同事 就是余慕雲先生 因為他是一個早期的 香港電影的研究者 他完全用自己的時間 就算不做事自己 去研究香港電影 見到甚麼就買甚麼 沒錢買就買人借錢來買的 真的很偉大的一位先生 如果當年 如果不是余慕雲所搜集的資料 我根本寫不到那篇文章 所以我們剛才 多謝了節目組 和場地組的同事 我亦都跟大家 多謝余慕雲先生 過世了余慕雲先生 曾姐幫電影 當然1996年的時候 我已經寫了那篇文章 大略地介紹 我詳細不講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拿來看看 其實幾年之後 應該在2006年 即10年之後 我寫了另一篇文章 就是我們在電影資料館 當時我掌握資料館做事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冷戰的研究 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無間諜 不是無間諜 是無間諜 亦都將曾姐幫的觀念擴大 曾姐幫電影當然很大程度 就是學西方的詹士幫電影 很受他的啟發 但是和西方的詹士幫電影很不同 就是曾姐幫電影裡 曾姐幫不是間諜 不是007的 他最多是第一號探員 所以完全是因為冷戰 很有趣的007 所以成為世界性的現象 因為是冷戰的原因 但是香港的詹士幫片 或者幫片 是沒有間諜的 簡略地說 因為當時 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議題 所以要避開 影響全世界 也影響香港非常激烈的冷戰 反而在電影裡 是完全絕跡的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 武宗反而更看到有 不見的冷戰 其實就是讓我們看到冷戰的存在 另外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曾姐幫電影 曾姐幫電影 曾姐幫電影 其實是很短的時期 我們今次特別是 焦工的同事 又將陳寶珠的幫片 列出來 這其實都是一個簡略的 其實還未做很詳細的 可能還有更多的 只是在1965年有一套 在1967年有一套 然後1967年有一套 1967年一年有一套 陳寶珠的幫片 而我們當年操略的估計 亦覺得1967年裡 三分之一的電影 是曾姐幫電影 这是一个很短暂 但到了七十年代左右 已经完全不见了 直到在九二年后还回生了 黑玫瑰对黑玫瑰 我当年写《真者帮》这篇文章 都是因为看了《九二黑玫瑰》 我很喜欢 能啟发到我去写这篇文章 但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 这个这么短暂的类型或者片种 其实大家怎样都叫它类型 次类型或者片种 都是所谓的《真者帮》电影 在六五年代 看你怎样说可以争辱的 我认为在六五年到七零年左右 几年间拍了很多很有影响力 亦是更加重要的 从商业电影的角度来说 是反映了当时的观众对这些电影 是有很多感受和反应的 但有趣的 你只想想 只是陈宝珠在六七年一年 都拍了十一部《真者帮》的电影 还有萧芳芳 还有雪梨等等 这个这么短暂的类型 为什么可以这样拍呢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跟风难拍 粗制难做 你完全可以用这些既定的观念 去批评这些电影 但正正就是因为香港的电影界 可以很低成本的 很跟风的 短时间内拍到这么多《真者帮》电影 就将一个很特定时刻里面的历史现象 对当时香港人 甚至全世界的华人的一种意识 是可以记录下来的 捕捉到 记录到 表达出来的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艺术的奇妙 正正就是因为当时香港的电影拍得很随便 反而会留下一些很重要的历史记录给我们 历史文化艺术的记录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真者帮》电影 是有很多很多种意义的 我这个很简单地说了 还有我再提一提就是那个 我在2006年那篇文章里面 就是《无间谍》这篇文章里面说到 其实我觉得《真者帮》是一个暖战士 《暖战士》 《冬战士》是冷战士 就是《尖士帮》就是一个冷战士 但是因为这个《真者帮》的角色 他不是一个间谍 但他其实是一个旅合 一个劫富制贫的罗宾汉式的角色 所以不是冷的 其实是 但也不是热的 因为是热战 香港电影里面其实有很多间谍片 其实最早期的香港的谍战片 是三、六年的《女间谍》 还有同年的 在内地有一套叫《孤城列女》 中国的电影都是讲《女间谍》的 所以以前的间谍片 主要是抗日或者反军阀的 这些女间谍就是潜入了军阀 或者是日本的或者是汉奸的阵营里面 来主持正义的工作 这些是热战士 我叫热战士 反而《真者帮》是暖战士 在冷战期间 在热与冷中间 所做的一些 的旅行 的经历 的故事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 一个介绍 其他的电影比较详细 时间交给阿登陀 我想听阿西音说多一点 我想今天大家看到两套 寶珠姐的《玉女金刚》 和《第一套女探员之死亡通行症》 我想大家都看到 六、七年 他演出的魅力 是他自己的高峰 这两套戏真的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的方向 我看一段视频 在一套电影的宣传冊子中 1967年是陈寶珠年 所以有寶珠姐来 这是很厉害的 我刚才说两套完全不同的方向 《玉女金刚》 仍然相似他的旅行片 你看到无论他的出场 造型 他仍然是Masked 这个很重要 他仍然是要隐藏身份 隐藏身份是很明显的 他有女合装 他是跟师傅 他有自己的源流 我们知道他根据他的工人 工人叫银湖 然后跟男的伙伴 一起去景岳坐姦 我想是从1965年 黑玫瑰开始的潮流 你会看到《玉女金刚》是比较 《玉女金刚》是比较 黑玫瑰的那种 劫富制贫、行俠仗义、伸张正义 以至于形象上 是配合陈寶珠 其实是很多变的 我最记得《玉女金刚》最棒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除了第一场劉家良和唐佳做指导 真的打到飞气 那场势很厉害 即是那种速度感 不是他们较快了 而是真的快 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排排 如何打 但真的看寶珠姐最过瘾 我想影迷也最开心的 就是是男是女 即是出门 他换了个装子 叫男装 駕駛电单车 駕駛绵羊仔 就出了去 即是一种很趋势的形象 但同一时间 他又有铝盒的身份 所以他蒙面去行合仗义 这个我想在《玉女金刚》里 也有大奸人 大奸人就不用说了 大奸人叫石坚 石坚一出 你都知道是奸 即是整个戏 基本上整个戏城转合 除了Sam刚才观察到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觉得珍姐就杀了人 这次出了 那个火位 跟他以前观察的 和Sam看《珍姐帮》的电影 有点不同 但整体上的流程 无论是整个类型 对陈宝珠的形象处理 都是当时最当时得令的一种处理方法 这两年 即是65年66 其实是总共七套 六套、七套 七套戏的一个形象 然后就是有他的Follow-up 我想在动作场面里 亦有很多变化 刘家良和唐佳的活力很高 亦令整个感觉很不一样 但是去到我们刚才看的这部 《第一个旅探园》 就完全不是那件事 第一 没有了再黑衣人这件事 完全不是 甚至 其实坐完很好玩的地方 坐完真是一个财人 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和观众捉迷藏 这部电影最好看的 并不是那些 穿着黑盒的服装 行合仗义那些 反而由头到尾 他用了一个圆移片 做到包装 甚至 如果我们看前面那七套 我想我们会很puzzle 观众入场的时候 这个陈宝珠 不是要穿夜行衣 到处去放下黑玫瑰的一个旅盒 甚至我们看到他开场的时候 他是一个弱女 处处处于下风 有几场关于书房 玩得出神入化 没有东西的 完全是用电影感 和剪接 和气氛营造 去处理这种经历的场面 我们不 刚才我也看一看Bill 我们不到最后的二十分钟 我们都不知道陈宝珠真正的身份 原来他是第一号女探员 连警察都不知道 这个 我打差一点 真的很精彩 还有这个编剧《司徒安》 他以鬼台出名 后来到七十年代更加 写了很多 而且这部电影 他一开始 给大家看到第一号女探员第一集 他做警察训练的事情 其实坐完后 就是跟观众在那里 帮到观众 即是英文那句 就是跟观众斩眼 一开始给我们知道 其实他是女探员 但是当我们看到 那个天真的时候 我们是完全败的 寶珠姐就是这么厉害 那种厉害 亦都是那样东西 就是整个 无论气露 形象 类型 是完全反转了 坐原所创的 黑玫瑰的 那个stereotype 行不行 完全你猜不到 你不知道他究竟 甚至你看到最后 最后的二十分钟 十五分钟 你都不知道 这部电影会怎么结束 我想没有人猜到 会是这样 也不知道最后 原来的大反派 就是梁省波 但是他好玩的地方 就是由头到尾 跟观众一路 带着观众去 就是他是一个 很好的说故事者 用一个很新的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看 我们知道 那个文露在哪里 就是他用了西方 一个懸疑电影的 处理方法 甚至有一些类型 我们叫做Hunted House 就是一个鬼屋 鬼屋的方式去处理 但这个也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作为珍姐帮 这个珍姐很厉害 她是隐藏在所有人里面 连戏中的角色 都不知道她是谁 观众更加不知道她是谁 而实际上 到最后 我想那个高潮 我自己看完的时候 很驚訝 就是用一个最强的反派 去讲一个最大的悲剧 这个悲剧就是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处理 而珍姐帮整个Presence 是目击这个悲剧 我之前也帮资料馆 写了一篇文 我在讲 其实在这个年代 Sam特别提到 冷战的年代 就是我们说五十年代尾 到六十年代尾 这十多年 到七十年代中 其实整个冷战的年代 香港自己 香港这个地方 在六七年的时候 仍未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它仍在一个华南的边缘 所以整个 我想珍姐帮在这里出现的时候 固然是因为有一个西方的冷战思潮 令到有特务片出现 有何里会的特务片出现 但是香港这个地方 如何回应这个国际思潮呢 它自己未找到自己的身份 其实整个undercover 我们对整个身份 迷乱的东西 其实在珍姐帮这部电影里 是很清楚的 我们根本不知道 究竟这是一个弱女 还是一个强者 到最后 她原来是一个旁观者 她旁观了一个 接近二十年的悲剧 所以我想 其中一个对我来说 珍姐帮这批电影有趣的地方 就是她希望打造一个 同时代接轨的一个女性形象 当香港还未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或者当香港的金融城市的身份 未出现之前的一个女性形象 怎样呢 漂亮、多变、打得、有正义感 而且相当聪明 我自己也写了 在陈宝珠前面的那些 全部都变成了蠢材和笨蛋 就是相当好笑 其中一个 我想第一号女探员 我自己也笑了出来 找了一个大猫 哇!多大只猫 我想坐完就有这种幽默感 但是同一时间她知道 四肥佬、四眼婆 这些东西 大猫 就是你去找一个最瘦的演员 做一只大猫 但是她在说那种 就是那个年代出海 飘洋过海 以至一种遗孤的处理 那种孤怡的感觉 其实是做到出来的 因为其实《玉女金刚》 也在说同一件事 就是陈宝珠这个身份 他自己个人的身份 所以在整个电影里 我想是有很多层 就是阿Sam都可以说 很多层可以慢慢被我们阅读 但是作为一部商学电影 它满足了观众所有要求 就是出奇不异 但是有情理之内 当然如果你说 挑剔有瑕疵 那一部电影当然有很多瑕疵 就是很清楚 譬如到最后一两场电影 那个情理 是有点问题 特别是山洞那一场电影 但是其实是无损那样东西 这个也是你看到 就是他们要去当时的电影界 为了要回应一个西方的商业文化 或者电影文化的潮流的时候 他们想了一些方法 尤其是楚源 真是书生 读书多于你 所以那个秘密藏在哪里 那个秘密藏在商城基里 整间屋的设计 整间屋的美术 大家要在大银幕看得很清楚 有一个像Henry Moore那样的雕塑 这个摆明就给了一张照片 这个Henry Moore 但是你可否帮我弄得不太像 接着那边就有一个日本的水池 一个水池才进入那间书房 很精致的一个美术的处理 即使有多长期 我们看到一个天花 特意搭高了50尺的天花 去做那个水池 即使你看到那间大屋 的某一个观点 即是一种很仔细的 坐完就是这样 他很喜欢跟观众 哈哈哈哈 你以为 你以为我又玩上次黑玫瑰的咪 不是 我在后面 今次咪在前面 这些东西 其实我认为是坐完很好玩的 而且 刚才Dano提到那种秘密 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其实这也是中国的女间谍片 的一个传统 刚才我们提到 非常轰动 在上海1946年的天字第一号 这部女间谍片 当然是抗战期间 欧阳沙飞做的 导演她的就是她的老公 陶光启 她去做臥底 而且是嫁给个汉奸 某种程度 相信亦都是跟Hitchcock 的notorious Hitchcock的notorious 英格念堡 听到加利格兰的指示 就跟Claude Rains的坏蛋 即是上床 而在《天字第一》里 欧阳沙飞的角色 直接是嫁给了一个汉奸 而有趣地 在六十年代同期 在香港的《真者邦》电影的同期 台语片 原来也有很多的邦片 最近我看了一篇书 有个年轻学者 正在研究《真者邦》电影 他找了很多资料 很开心 他特别提到 在台湾的台语片里 他们也拍了一套 又是《天字第一号》 但设定了上海 但用台语说出来 又将这个故事重新一致 但又有台湾的观点 香港又不同了 另一方面 他的秘密是没有人知道的 连他爱他和他相爱的男子 也就是那个汉奸的侧 你想想 他为了任务 抛弃他爱的男子 去嫁给这个汉奸 谁知道他嫁给这个汉奸之后 他爱那个男子 就是他这个汉奸的侧 那种痛苦 但其实我们从两套 尤其是《玉女金刚》里面 都看到他有一种苦楚 而我自己觉得 我们看回旧的 香港年五、六十年代的电影 那种受苦 是香港电影 尤其是五、六十年代 经常出现的 这是很明显的 我绝对认为 因为中国人在那段时间 亲身或间接的 经历了很多苦楚 看回这些受苦的电影 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另一方面 就像刚才提到 他各种的特质 其中还有一个特质 他会活着一个很现代的 西方的生活方式 我们看到他 《玉女金刚》一出来 有一个大的蛋糕 穿着短裙等等 甚至在《第一号探员死亡通行症》 他第一件衣服 有一些《玉女金刚》的 《玉女金刚》的 短裙 虽然是黑白片 都觉得他很颜色 很彩色 另外一方面 他有西方的生活方式 但又有东方的 中国的 东亚的 道德观念 尤其是对父母的 那种 儒家的 道德价值 还有我们再看看 我们今天看两套电影 那个戏名 第一号《女探员》 多少应该跟天字第一号 那里承传下来 那天字第一号 这个观念是哪里来的呢 大家听了很多年 照我所知 其实去到古代 中国在考试制度的时候 去考试的时候 那些不同的考试的房 都有一个名字 而这个名字 就是根据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一路排下去 天字房 地字房 天字第一号 第一间房 照我所知 监狱里面也有 都是这样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其实当中 是看到一种 中国的宇宙观 我详细不说 但是让大家思考 或者更加去研究一下 其实可以搜索很多东西 另一方面 另一部电影 《玉女金刚》 我觉得更加有意思 金刚这个名字 是哪里来的 铁金刚 是来的 但是 在香港 我们叫James Bond 做铁金刚 金刚这两个字 在铁金刚之前 是哪里来的 嗯 金刚经 金刚经是哪里来的 佛教 是印度来的 那种人类文化的交流交汇 正在金刚里面已经看到了 佛教的佛经传到中国 中国将它本地化了 于是金刚成为了一种特别的意义 尤其是在中国文明里面 其实金刚已经逐渐逐渐 跟佛教原本的意念有所不同了 去到 说到 James Bond 007的Dr. No 大破神秘档这部电影 香港就有人将它叫做铁金刚 其实已经将西方的东西 用一些印度 汉化了的印度文化 整理了 即是铁金刚这三个字 已经有三种重要的文化 融会在一起 应该很有趣 去到67年的陈宝珠 宝珠姐的电影 还加上玉蕾在里面 即是那种的多元化 很有趣 更加就是 整个真者帮电影 正如登陶也提到 其实很多种不同的文化 和价值观念 融在一起 即是很有趣 很有趣 你讲下去 好像有时候很矛盾 很多东西 但是 somehow it work all together wonderful 这也是香港文化的一种特质 你这样说 真的说得太好了 其实人生有很多矛盾 人生有很多矛盾的组合而成 但是Sam 你刚才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也要提出 就是在第一号女探员里面 大家也看到 其实邦片 邦片 鐵金刚 Jim Spong 他是有个M的 他有个M的 即是说他其实是国家利益 大家也知道 由第一部 鐵金刚开始 虽然是一部小说改变 但是国家的特务 是有国家的mission 这个虽然是用来制造一些 我想是紧张刺激 或者不同的动作场面 或者是很sensious的 但是放在我们的珍姐帮里面 尤其是第一号女探员 你看到整件事 什么都没有说过 是从来没有说过 为什么他有这个mission 究竟的mission是谁给他 没有人知道 一来已经是确认了这件事 或者到最后 他订阅了我有这个mission 但是我们看不到 究竟谁给他命令 是陈宝珠去潜入这间大屋 飾演一个马淑仪的角色 这个很重要 其实陈宝珠由头到尾 那个孤女的形象 或者他自己的独立形象 是结合得很微妙 亦都我想是 无论不同的电影人 莫康氏也好 楚元也好 六月琪也好 其实是很保护他这种 这麽特别的特质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六五年之后开始走红 他慢慢是那些武俠片 古装武俠片 慢慢转为时装的时候 大家都找到他这种 这麽特别的特质 是趋之若傲的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独立的女性 无论他主理什麽问题 或者主理什麽片种 特别在《珍姐邦》 或者这些 《女黑合》的电影中 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其实很小心 这种事情 他不是 在一些特别的国家任务 当然那时候 不会有这个意识 他亦都没有一个老板 不是司马华龙 不是他 司马华龙都不知道 他自己的身份 这是第一 所以其实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很小心去处理 第二件事很小心去处理 就是Sam所说的 就是关于他去替天行道 那个中国人 中国人 那条人道的线 那条道德线 是持有相当劲的 所以他究竟杀不杀人 当然也是陈宝珠的形象 两件事有关系 就是尽量不会要求他 去处理一个Vivian 所以在这个戏上 哇 坐完想到一个这么绝的方法 是反自己了断了自己的 去做什么 一件事就是 其实都尝试去碰到西方的一些主题 就是罪与佛的主题 亦都有redemption的主题 有些救赎的主题 就是一个这样的犯人 一心想着报仇 然后他自己杀了自己的女儿 到头来他要去清算自己的罪行 或者救赎自己的恶行的时候 他要和所有冠犯的人 和季主任 不过这两个人 都不认识我的女儿 你们走 你们走 是这样去处理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在我们的电影中 开始去掌握一些和西方某些价值的交流 以至与这种价值的某一种对话 这个就是坐完自己的判断 完全是你看到他看着罪与佛 我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我相信他是想了很久 就是如何可以帮寶珠保护 照顾着他这个独立而犯人的形象 他不会每次都走去杀人 这样就不行 就变成了杀人狂 不行 但同一时间 他也不需要一个组套 就是司马华农利 把他们全部抓 甚至我们看到有一段戏很奇怪 就是梁醒波放火之后 寶珠是走过去 人死也不能复生 不如我们走 很动人的 很动人的一个 就是你觉得 咦 喂 放了火 你们还说这些东西 不是的 是将那种的 Empathy 是放在寶珠姐的角色那里 他最后他真的作为一个旁观者 他觉得这件事 作为我们观众的一个代表 有他自己一只 比较新一点的眼睛去看 一个年轻女孩 究竟怎么看这个传统的 杀人狂魔 他杀了很多人 出场的时候已经杀了四个 不是说笑 这个是上戏 就是在一种这样的情况下 是将一种比较新的Values 他可以承载这种讨论 应该这么说 他可以承载这种讨论 还有很有趣的 我们两个都提到 在这些电影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香港的创作者 是将一些西方的东西 和中国的传统的东西 混在一起 就是在这里磨合 去试试的 是令到这些中西文化的磨合 是可以在当时的世代里面 是做到出来 行 that can manifest itself 不好意思 有时中文会差一点 但我觉得更有趣 我们从过后看 因为我今天看之前 在电梯上遇到两位珠迷 他还记得96年 我醒了这篇文之后 做了一个分享 他当年也有去的 我想这个67年的电影 我96年说了一次 现在21年我又再说一次 还有观众 那种的承传下去很有趣 另一方面 更加就是 因为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们再看 不单止这些电影 是磨合了西方的东西 甚至可以说是 尤其是今天看 就是西方的一些发展方向 《玉女金刚》一开始 这部电影 很有趣 那部电影 又跳舞又唱歌 你和一部电影 大概是四分一 和其他四分三部电影 差不多没有关联 如果我们影评人 就这样说 是神经分裂的故事方式 前面就在跳舞 快乐 但我觉得他跳舞的时候 很有趣 那首歌 《香槟美酒粉尘》 《Beatles eight days a week》 那里配了一词 接着还有两句 歌声秤积极精神 何妨扫重任 何妨扫重任 我这个扫字 真是可圈可点 完全看到 当时香港的文化 香港社会 香港人 已经觉得 不要太苦了 去重任 香槟美酒 召开 大家喝 听到音乐又去跳 但是重任 少重任 中国人 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完全看到 我觉得这个 当时我们摸索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条路 我今天看 西方应该学我们 西方应该学我们 八岁八岁 看过 就是 一直都是迷着寶珠姐 而且她的确是很精彩 而且她拍出来的 所以一连串 这么多的珍姐帮戏 或者这个答案 我们找陈彩玉 因为陈彩玉 不单止是节目策 她以前是做搜集组的 所以她搜集我们的旧电影 很多经验 而且知道很多东西 我们正在努力 因为你们 又是说那句 你们很聪明的 其实是 聪明的地方 就是逃不过你们发眼 所以我今次 今次做《星影流传》 其实这两部电影 是很难找到 你们未看过的 所以我觉得 你刚才提出那部电影 我真的找不到 不过我觉得 不会绝望 因为我们资料馆 是继续工作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找到 因为包括 我们在《尋真记》里 都会播出一个 非常珍贵的 就是在美国三藩市 找到方创杰先生捐赠的 我是很肯定 告诉你 我去搜集的时候 我完全觉得 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竟然找到 一些三多年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 有希望就可以了 就是 很难说的 有很多东西 连这两部也有 对吧 谢谢你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意见 后面那位 后面那位 那位女士 也很想看 还有《欲女的秘密》 也很想看 我还没做 还有《欲女含冤》 哈哈哈哈 是 好 前面那位 前面那位 也有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的姐妹 问起 应该还有一部 《欲女探黑天鹅》 没有在这个搜集中 她应该都是 《欲女的秘密》 那类的电影 就是动作片 是吧 除了《欲女探黑天鹅》 还有一套 什么 《欲女的秘密》 《欲女的秘密》 但是《欲女的秘密》 《欲女的秘密》 应该不是珍姐邦的 是的 《欲女探黑天鹅》 《欲女探黑天鹅》 就应该肯定是 她差不多一出来 就好像做偵探 我印象中 但是资料馆有得看 是的 是否六七年的 我不太记得 因为暴动那年是最记得的 暴动那年是最记得的 暴动那年是最记得的 是 另外刚才阿登陀先生提到的问题 就是说他 刚才那套死亡通行政 为何寶珠会有这个 mission 我都觉得 我很同意你的说法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 戏里面有一幕 寶珠突然叫那个工人 转回 hometown 然后问他 为何这个房間 由expl cow人 没有变成粉红色 粉红色 是的 然后工人urd中 alors 不知道她其实没有師弟 她很疑惑 我当时的感觉 就是觉得 她为了 Logo 怎么很熟悉 她 conditions 私自他们很确认 她是 我看这套相对 或者她跟 原本亦是始型的主人 atal boot 熟悉到他都知道他的房间是什么颜色 所以就很疑惑 而且会不会这样来帮同学调查这件原案呢 但坐完之后始终好像没有交代到 最后没有交代到他为何会有这个 mission 到底是高级警方指示他这样去做 还是他自己认识 他自己本身可能有个资料知道才能回到这家屋 是的 应该有个概念 所以很疑惑的样子 应该不是粉红色的 可能要坐完先生才能解答到 或者你们有机会问一下 问一下他是不是漏了 还是电影剪了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因为这段视频中间也不齐全的 是的 会否断了 可能有些东西 所以不能交代 是的 谢谢 后面有位观众 白衣那位 或者这里我可以补充一点点 因为这部电影我记得 我应该是 差不多四十年前看过的 这里其实中间有一段是团了片的 就是说一下陈宝珠刚刚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容易是测试他 想试试他究竟他的身份是什么 那么荣耀就问了他一句说话 他说这房子我重新和你游了粉红色的 你记得以前这房子是什么色的 那么陈宝珠就回答了他 记得是粉红色的 其实陈宝珠是靠狀的 所以陈宝珠 荣耀走之后 陈宝珠有机会问回工人 为什么这房子近时是什么色的 问回工人就不知道他和荣耀说 有这番对话 所以他就照说这房子是没有变过 一直都是粉红色的 很厉害 四十年前你还记得 真的要拍手赞 真的要送个包袋来 真的 真的要送袋来 还对吗 那位律师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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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问一下 那时候在六十年代 那么多这些这样的 互济贫的 互贵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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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贵贵贵的这些电影 其实跟当时 香港社会 还没有关系 刚刚是预备起飞 但其实 那时候 大家六十年代 我都从六十年代出世 其实大家的生活 都是 不舒服的 为什么 那时候 会有这么多 这种 贵贵贵的这些电影 其实跟当时 香港经济发展 或者社会背景 有没有关系 當然我先簡單地答一答 當然傑富濟貧的這種情況 可以說是故事圓形 在人類歷史中的東西不斷都有 羅賓漢就是傑富濟貧 因為人類歷史中太多不公平的東西 在中國的歷史中更加有 而真者邦這類故事 從冷戰的那種意識形態的爭鬥 轉化為這種傑富濟貧的情況 亦是很自然和有機性地轉的 因為當時的社會實在仍然很不公平 老實說香港的社會仍然很不公平 貧富懸殊 我也想有真者邦劫下那些有錢人 讓我享受一下 但另一方面 我們從歷史角度也看到 60年代時香港的法制 仍然不是很健全 譬如很簡單的 警察仍然很貪污 在電影裡很正義 但事實上貪污仍然是很嚴重的情況 所以這個傑富濟貧的這種故事形式 就會更加跟觀眾有直接的反應 或者登陶您好 我想Sam概括了整個社會的大方 正正因為整個社會未發展 我們說這件事時 當然有一個商業的類型 為何會有一個商業片 為何可以拍成電影 為何觀眾會入場看 當然是因為寶珠姐的魅力 但給他做甚麼呢 就是一個女英雄 女英雄是一個女俠的傳統 也暗合了戰時或戰後的間諜片 她有很多身份的轉化 但一個女英雄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是一個我們不熟悉的 或者我們不是很傳統的方式 去伸張正義 是一個社會裏面整個制度 無論是司法制度也好 執法制度也好 亦是未完善的 你想想 由一個女生去伸張這種正義 以及將自己的moral values 某程度的moral values 我們剛才說了 去帶出來 她有趣的地方就是 她又不是 怎樣說呢 寶珠姐的整個形象 我們從這兩道去看 不可以蓋過所有 我們看到玉女金剛 她是一個有錢小姐 是一個中上流社會的生活 但她放下那件事 她去做一個undercover 或者她做蒙面合 去幫很多有困難的人 去伸張正義 或者將一個大的反派 去抽出來 我想這件事 當時社會是很需要的 很想看到這種現實 這個夢想去實現 正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 也未完善 很多事情都未完善 我們說現代的香港 真是70年代 特別是六七暴動之後 才慢慢各種的措施 是成立的 OK 有沒有其他 後面 後面 即是等待的時候 六七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份 我剛才看 第一號女探員之死亡通行政 我覺得那套電影很特別 就像燈濤所說 是一個遺棄屋的風格 因為我也看了幾多真姐幫電影 好像你的名單是六、七年、六、六年、六年 即是那個黃金時期 因為他由六、零年 於素秋的黃銀系列 一直到70年代中 Shaw Brothers 即是肖士那時候 都會拍一些合拍片 但是你看每個導演 其實都有些不同的處理方法 還有真姐幫 他的種類是很多 就像自己說 我剛開始有女盒 就像劉亮華那些全身黑色是masked了 然後有些是可以show你的樣子 就像雪梨那些木蘭花 現在就是警察 你看到轉變是有女盒 去到好像女道 and then 去到女探員 我覺得剛才坐完那套很特別 就是好像很Gothic 很歌特色 因為你看到有神經女人 就像媽媽 然後黑白的 contrast 然後有些雪葉飛飛 還有那些懸疑效果 就是你只拍著梁聖波 那隻腳 或者那隻鞋 是一些montage 或者是做得很好 然後剛才就會令我想起 好像一些Hitchcock 好像Rebecca 就是蝴蝶夢那些 就是一個女主角進入了一間屋 但其實周圍的人都是一些神秘 或者是對她有惡意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一個處理方式 就像剛才兩位說的 是一些比較西化的影響 就是中國或者香港和西方的融合 還有我想補充一下 剛才天節第一號 除了有台版和上海版 其實香港版 就是一些不同的 就是叫做《女間諜》第一號 我想是六五年了 我記得是黃卓翰導演 那套也很好看 然後剛才我看《玉女金剛》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商業的電影 因為我之前在資料館裡看《彩色青春》 看過《營友談》 我記得吳俊雄博士說 六六年《玉女含冤》 寶珠姐含冤的那個印象是很流行的 所以剛才《玉女鐵金剛》 把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我想觀眾都是很喜歡 還有剛才他真的受委屈、哭、哭 這個照片時想起的 還有路雨琪導演 我看他《玉女金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中國 因為他託孤的東西 是很…趙氏孤兒 還有這個托菇的托菇 是大到其他的偵察 或者破案已經沒有那麼重要的聲音 整套戲主要是承認爹地 然後… 又回到《萬波女郎》 然後… 但第二套片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就是海盜 原來海盜是一個很香港特色的強度 即是一個地位的 但我覺得海盜不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東西 為什麼梁勝波一個海盜 在六、六年會走出來 好像時空穿梭 然後… 還有燈圖 他之前寫過一篇 我有看過 因為到最後我記得 印象的深刻 就是說 在七十年代 消失了《真謝邦》的這個類型 是因為社會問題 是不可以用拳腳去解決 但其實我覺得是… 都會有拳腳 但可能是黑幫片 警匪片 但還是無法解決 是的 我也挺… 但是… 這個女警 即是女探員 這個角色 可能就… 例如楊子慶的 《王家獅子》的series 就是承繼了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比例 好 謝謝你 接著 後面還有一個問題 最後這邊 我想問寶珠姐 以前有很多電影 是在星馬播出的 有時常編登台 那邊找到一些電影回來 還有一些在台灣也是的 有找到電影回來的 那這個也是… 也是其實資料館不斷在做的 這件事來的 譬如 資料館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藏品主要是在美國找回來的 其實多年來 我們也跟台灣和星馬 和其他全世界各地 譬如有些電影 我們在英國找回來的等等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 去這些地方 找舊的香港電影 那可能詳細的 陳初遙又會了解多些 有甚麼寶珠姐的電影 在哪個地方找到 她絕對會讓我了解更多 有沒有寶珠姐的電影 在台灣和星馬 或者特別的地方找到回來的 台灣我們沒有 台灣我們沒有搜集過 因為我相信 其實寶珠姐有很多電影 去過很多地方 但是在台灣 我們應該沒有搜集過電影 在她那裡 有物料 但是沒有影片 星馬也有試過 但是那些品質已經很差 因為新加坡和馬雷西亞 他們的溫室 其實比香港更加嚴重 不過他們好的地方就是 他們有地方 香港就沒有地方 主要寶珠姐的影片 都是香港 以及美國 我補充你們剛才的一點點 其實海盜的一點點 是反過來 是行選 即是說 在這部電影中 雖然它只是幫我們最大的反派 做了一個這樣的背景 但整個恩怨就是因為那時候 還有一個叫行選的行業 我們現在很少說我們會行選 雖然海員仍然有 海運仍然有 但是在六十年代 即戰後到七十年代 主要香港對外的運輸 是海運 所以其實那個整個 就是裏面說的甚麼 就是當時 我想一說出來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很多海員 其實是飄洋過海 一出海 可能是一年兩年才回家 就是這個 就是整個背景的悲劇 就是這裏 就是那個家的那種凝聚力 想聚在一起 但是那個職業 和整個時代 要它飄洋過海 這樣去做 所以我想 大家可以從那裏再想一下 因為我們和行選這兩個字 已經很久沒有在我們的腦裡出現 我剛剛最近看完一個展覽 就是太古的展覽 太古的展覽在海士博物館 就是問一問的時候 就發現 不好意思 說了別人的展覽 但是就是問一問 原來海士博物館 是在太古有份賣的 OK 整個則如蔥 在1880年開始 是在太古發展 主要就是因為海運 就是將一些 sugar cane 就是甘謝運來去太古坊 這裏有一個塘廠 就在那裏練塘 練完那些是世界上其中一間 當時最重要的工業化練塘廠 有了塘就運回去東南亞和歐洲 就是我們的經濟 是從那裏開始的 航空業還未有那麼普遍 原來飛機仍然是一個很奢侈的奢侈品 如果我們有看空中小姐 我們也知道六零年 就是葛蘭空中小姐 我們也知道 是這樣的交會點 所以才會有 肥佬這樣的悲劇人物 特別是你提出這個時 然後我就補充這一點 其實我們繼續發展下去 海運大廈就是香港 是香港摩文化的開始 海運大廈 另一方面就是 從全球化的經濟角度來講 現在行選 香港人都是有行選的 但是很少的 但是很多長程的行選人 菲律賓 其他東南亞國家 就去做了這件事 我們其實可以從中看到的 全球性經濟的發展 還有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 那些袋子已經派完了 不好意思 請問我們有沒有機會 再看寶珠姐失傳了的電影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她失傳了的電影 我當然想 但是總會有機會 我是一個肉身 我又怎能立即回答到 你有沒有紅葉亂才行 你不是玉女金光嗎 我不是 他們是專家 你問他們 有其他人有問題嗎 前面這位觀眾 神貓 我已經聽到的了 神貓 星期五的十一點播 但我們也有寶珠姐的電影 大家不要錯過了 另外就… 乖 下個月我們仍然會播放這兩套電影 有沒有人 有 這麼厲害 我要提一提 請不到他們兩位 你們只會看電影 這樣吧 沒問題的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多謝 非常多謝 我們再給多次掌聲 阿Sam好嗎 我們學了很多東西 我相信看電影 是可以擴闊我們很多眼界 來看電影